穿越过的小伙伴都知道 穿越者重生后不是逆天金手指 就是无敌系统 而我们的男主将大力 却意外穿越成了武侠游戏里的NPC大战 通过一身霸道的剑子肉 不仅在寨子外招兵买马 而且还在寨子内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偶尔出门打打劫 生活惬意快活 与其他穿越者不同 别人不是三七四且 就是妻妾成群 而男主将大力却是标准的钢铁之男 上岸第一步 先斩一中人 根本没有女主一说 而今日 男主正在山寨中锻炼身躯 美艳的系统女神凭空就蹦了出来 小丽 好久不见了 男主一脸冷汗 你下次出来的时候提前打个招呼可好 吓得老子一哆嗦 系统女神却直接贴在了她的身上 你怕啥呢 别人又看不见我 我这次找你可是有重要的事情 你的潜能点快消耗完了 必须抓紧时间赚取修为点和潜能点 现在这个游戏还没有开始内测 快点提升修为占据足够的优势 争取得到人阶五学十三太宝恒练 以及天阶绝学九阳神功 不然等到游戏开服 其他玩家降临 你就等着被打吧 男主上一世精通这个游戏 系统说的他自然也明白 现在不好好努力提升修为 等到其他玩家来了 就只能等着被虐了 就在这时 一名山贼对着男主喊道 三当家 上头又发布新任务 大当家让我来喊您过去吗 男主一挥衣袖 来得正是时候 走 跟我去看看 而男主走在山寨的道路上 见到之人纷纷抱拳行人 显得十分尊敬 只因在这个武侠世界 实力为尊 男主在这两年里 带领着黑风寨的兄弟们 结了十三次标 从未有一次失手 更是和大当家二当家 一起结下了龙门标局的一趟标 让黑风寨威名大振 收揽了众多兄弟 从此只要有十分危险棘手的任务 都由男主来完成 为此大当家和二当家 都将自己的成名绝技 铁布山与漫天飞玉传授语的男主 而此时一处别院内 大当家坐在主位之上 对着前来的男主说道 老三啊 这次任务可不简单 能抓活得最好 如果实在抓不到 死的也可以 一旁的二当家也是出言相劝的 老三 你可考虑清楚了 你要抓的这个邱雪梅 在圆州名头不小 可不是简单任务 男主一手接过密信 一手拿过酒瓶 潇洒转身 这个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我自有办法 七天后 男主便来到了青阳县的一家客栈内 通过几天的调查 男主也了解到了 丘雪梅的行踪与信息 此女乃是古墓派的企图 为人心狠手辣 在江湖中无端杀戮 造成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而她成名之物 便是那绝命独巧 一直练至数十年的毒蜈蚣 被咬上一口 就会浑身僵硬 瞬间丧失行动能力 让人不得不提防 与此同时 此刻的一处酒楼内 一名女子正在尽情地卖唱 琵琶之声远远流长 丘雪梅听得如痴如醉 沉醉其中流连忘暖 而就在这时 琵琶女猛地掏出身后的匕首 静止向女人刺去 丘雪梅反应极快 手中酒瓶直接向女人砸去 狗奴才 敢袭击我 不想活了吗 女人猝不及防下 迎面就撞上了砸来的酒瓶 丘雪梅甩出腰间的长边 就静止向女人抽去 而就在此刻 房顶突然裂开 一名黑衣人骤然向着丘雪梅醒来 树莓暗器皆指指她的要害 丘雪梅不敢丝毫怠慢 手中长边游动 愣是将周身形成了一个保护罩 丘雪梅大惊道 什么人 我与阁下无冤无仇 为何突然袭击于我 男主却并没有理会 直接甩出了手中的案情 飞镖在不断折返下 直接刺入了女人的背上 丘雪梅双脚一软就跪了下去 一脸不可置信之色 阁下 咱们无冤无仇为何要对我痛下杀手 男主却暗自一笑 咱们的确无仇 但有人要你的命 你就不得不死了 见到女人没了声息 男主赶忙上前捡装备 就在这时 丘雪梅突然睁开了双眸 一口浓潭静止向男主吐去 一只半米长的毒乌公 在男主的脸上不断游走 男主一醒 早知道你没死 这下终于是逼出了你的保命手段 下雨 男主一声暴霸 铁不山 刚刚还跃跃欲试的毒乌公 瞬间就被震成了几段 女人满脸不可置信 你修炼的竟是铁不山 你究竟是什么人 男主邪魅一笑 将死之人不需要知道 说着 一把就扭断了丘雪梅的脖子 女人到死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死只在这短短几分钟里 下一秒 一声系统提示应发出 击杀内力镜 江湖侠客丘雪梅 越级击杀奖励甜能点六十 奖励修为点三十 奖励江湖声望三十 并获得青莽边与金丝甲一念 男主自信一笑 真不愧是内气镜的高手 居然爆出了两件好东西 而这时一侧被救下的女主 跪倒在地满脸祈求 大侠 感谢您助我抱的父母杀身之仇 我无以为报 甘愿以身相许 为大侠安前马后 当牛坐马一辈子 男主一脸不屑 又想骗老子养后宫 门都没有 姑娘 你我本无缘 全因秋雪梅此人罢我 江湖路远 咱们各自珍重 男主意外穿越到了武侠游戏世界 还成了山寨大寨主 而他系统的第一个任务 竟是要暗杀一位绝美身材的妹子 狠狠话不多的男主 根本不懂连湘西域 直接将其斩杀 而意外救下的女子 竟要直接给男主生猴子 钢铁直男的男主 却丝毫没有理会 只因他对这个游戏世界的数据人 根本不感兴趣 而另一方面 此时的黑风寨 二当家正向大当家会报道 大哥 前方收到消息 老三已经完成了任务 现在正在返回山寨的路上 算上他这次积攒下的功劳 应该是要被上方看中了吧 大当家满是赞赏地说道 这小子的确是个人台 可惜了 我们黑风寨庙太小 容不下他了 三当家却突然发问道 大哥 要是我也和老三一起去上方 你认为如何 大当家摆了摆手 乱想些什么呢 能去上方的 也只有老三一人 他要是飞黄腾达了 咱们兄弟两个自然能跟着吃香喝辣了 三当家点了点头 大哥说的对 兄弟我还有事要处理 就先告退了 可转身的一瞬脸色却露出了凶海 大哥呀大哥 谁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只能说你太心慈手懒了 所以你一辈子只能当个山贼头头 三弟 只能对不住你吗 镜头一转 此时的杂草丛中 一旁手拿钢刀的小弟询问道 二当家 三当家那一身功夫厉害的 我们真的能杀得了他吗 三当家冷笑一声道 他的暗器都是我传给他的 他怎么放我就能怎么收 而且你们也是距离劲 我们三个人一起出手 还杀不了他吗 放心吧 等杀了他 你们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等着你们了 而此刻完成任务的男主 正向着山寨的方向感觉 可突然系统的提示音就跳了出来 探测到前方有敌人 请宿主注意 男主一愣 在老子这一弩三分地上 竟然还有人这么不长眼要对付我 就在此刻 草丛中猛然三道人引窜出 竟直拦住了男主的去路 为首的正是黑风寨二当家 男主一正 二哥 你怎么在这 可下一秒 男主却看到三人身上都泛着红光 系统也提示着对方 接对宿主有着杀意 而二当家笑着开口道 三弟啊 恭喜你完成任务 我专门过来为你接风洗尘的 男主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 笑着走上前道 二哥 你真是太热情了 小弟无以为报 那我就给你一整吧 说着急速向老二杀去 一整轰出 不偏不倚地和二当家双掌对在了一起 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 下一刻 二当家直接就被拍飞了出去 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一旁的两名小弟见到如此 直接提刀向男主冲杀过去 刀刃砍到男主身上却是直接被崩碎 仿佛披在了钢铁上 男主甩手竖到飞镖射去 两人瞬间被射成了筛子 身上多出了数个血窟窿 身后的二当家 甩手就挡下了剩余的飞镖 小子 我看你要反天不成 下一秒 一枚飞镖静止贯穿了他的身体 二当家到死都不敢相信 完了这么多年的鹰 却被鹰灼了眼睛 此时系统的提示鹰也跟之响起 击杀一名距离近高阶修士 奖励三十修为点 三十潜能点 男主一喜 真是意外之喜啊 这样老子就够突破修为了 不过老二竟然要对我出手 说不定老大也对我起了杀心 等我突破后再回去看看 大当家要是没有掺和就罢了 要是他也参与其中 就只能将其图面了 现在就开始我们最紧张刺激的时刻 减装背吧 而就在此时 尸体之上一阵白光闪烁 将大力一洗 卧槽 宝贝来了 下一刻 系统骤然就蹦了出来 声音娇滴滴的出声道 恭喜宿主获得和角色美女双修升级的机会 男主一脸冷汗 忍不住地咽了口口水 随即一个闪身就来到了系统的身后 一把抱起系统女神 眼神死死注视着他 女人一脸娇羞 哎呦 大力哥 你终于开窍了 这才对吗 而下一刻 男主一声爆喝 直接将他给丢飞了出去 搞毛啊 没看到老子刚打完BUS 正解装备吗 一对的公主 女人就从天而降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而男主却还是专心致志地摸索着装备 女人不由大骂出声 你嘛 狗东西 你还是个男人吗 男主意外穿越成了一名山贼头 只因天赋一笔 就遭到了山寨二当家的暗杀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二当家连一个回合都没过 就被暗器贯穿了胸膛 而击杀众人后 男主的实力修为也达到了内气景 一拳松出便可开山屁时 一载快去粗壮的大树就被拦腰斩断 镜头一转 完成任务的男主回到黑风寨中 山寨中的小罗罗们见到三当家回来 全都抱拳行李 这不由让男主疑惑 看这个样子 大当家并没有叛变的意思 不然 还没到山门口就应该被围了起来 而这时两名鬼鬼祟祟的小罗罗 却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男主立声道 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呢 大当家呢 两人周身闪烁着鸿芒 显然怀着敌意 小心翼翼搓着手道 大当家他有点私事 不方便见人 特意吩咐我们守在门口 另一名男子还想说些什么 就被男主掐住了头颅 将他俩绑了 待会儿我要和大当家一起三刀六动审问 就在此刻 一名白发女子猛地冲出 哭喊道 三爷 您终于回来了 您要为我做主啊 昨天二爷突然对大当家出手 把我们都抓了起来 大当家中了他的剧毒 到现在还是昏迷不醒 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得哭诉 显得十分楚楚可怜 就在此刻 女人突然拔出了袖子中的匕首 翻身一跃 就向男主刺去 可匕首还没落下 就被男主给单手擒了下来 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扇在了他的脸上 把这个女人给我绑起来 任你们处置 不过 给我留一口气 老子还有事情要问 听到此话 众人皆是露出了贪婪的目光 而男主刚进入房间之内 就发现了辣眼睛的一幕 只见大当家被五花大绑地掉了起来 看手法十分娴熟 男主随手一挥就将其救了下来 心中不免摇了摇头 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堂堂那气劲高手 竟被二当家和一个女人完成这样 此时系统却突然蹦了出来 并给出了新任务 任务一 干掉大当家熊霸 成为黑风寨新的大当家 任务二 救下大当家熊霸 继续当三当家 熊霸将会给予相应奖励 男主大手一挥 什么狗屁选择 老子全要 随即蹲在大当家身前道 大哥 你是真的老了呀 竟然会被老二和一个女人完成这样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退位 让我做大当家 以后山寨发展我来决定 你只负责辅佐 二同样是退位 我做大当家 你离开山寨 熊霸有气无力地喊道 我愿意退位 甘愿辅佐 江大力也是一愣 卧槽 这么爽快的吗 我以为你还要誓死不从挣扎一下 好吧好吧 这样也省得麻烦了 片刻功夫后 恢复过来的熊霸缓缓出声道 我早知道老二对你动手就是找死 原本我还以为你看不上这 反正你做老大 我是一点都没有不乐意的 我熊霸也甘愿臣服 事情告一段落后 男主端坐主位 下方正跪着三名叛徒 只听熊霸出声道 兄弟们 我们黑风寨这么多年一直相安无事 都是上头给饭吃 这口饭 能接得住的人很少 大力兄弟却能稳稳当当地端着 所以 我熊霸今天决定 退位让衔 自愿奉大力兄弟为大当家 你们谁赞成 谁反对 众人见此 都纷纷举手表示支持 毕竟三当家的实力 他们是有目共睹 跟着强者 自然会让人心悦臣服 男主摆了摆手 既然兄弟们都没意见 那我们就解决一下 这三个叛徒吧 他们三人联合二当家 饱害自家兄弟 给大当家下毒 你们说该怎么办 见到如此场面的女人 急忙爬到熊霸身旁气球道 大当家 你可要救救我呀 我这一切都是被人逼迫的 熊霸丝毫不带怜香惜玉 一脚就将女人踹飞了出去 狗女人 老子对你那么好 你却和老二倒在一起 给我下药的时候 你可是没有丝毫情面 女人满脸委屈 大当家 你虽然那方面不行 但我还是尽心尽力地服侍您的呀 您就饶了我吧 听到自己的秘密被众人知晓 熊霸顿时期的满脸羞红 将大力无奈地叹息一声 这瓜还真是有点大呀 不过 这女人身上还是带着红光 显然是怨恨上我了 像这种毒妇留着只是祸害 不如斩草出根 以绝后患 随即手中暗器猛然甩出 速度之快 根本不被众人反应的机会 下一刻 飞镖静止贯穿女人的头颅 不带丝毫脱泥带水 男主转过身冷冷道 真正的枭雄 必须冷血 不能给自己留下隐患 剩下的两人拖下去 三刀六洞上行 话音刚落 就传来了两人杀猪般的惨叫 不一会儿 就彻底没了声息 男主迎接一己之力 平定山贼的叛乱 一跃成为山寨大寨主 而众多小弟也甘愿臣服 以男主马首是瞻 男主这才真正成为了新手村的宝负 可将大力看到黑风山的家底 山匪宫122人 农田四亩地 秀迹斑斑的铁道23码 短辅18饼 目盾9个 只有这点家底 男主不由为山寨前途堪忧 不过 这只是山寨的起步 等待游戏开服新玩家降临 才是老子报复的开始 半月后 天气一向突变 无数流星降于大陆 如此神异一幕被无数人捕捉到 一时间 江湖数世争相算卦占卜 而圣巢关心楼 一位先锋盗谷的老者双手掐举 用生命为代价推算出十二字真言 天降一向 其人出世 盛世将至 此刻一处空旷的房间内 一阵波光浮动 第一个被传送到游戏世界的玩家 缓缓浮现 而此时的男主却还在呼呼大睡 门外的汉子把门敲的框框坐下 大当家 不好了 外面天降一向有大事要发生了 患有严重起床气的男主 咬牙切齿道 大早上喊个屁啊 没看见老子正在睡觉吗 门外的小弟顿时下的一个机灵 好的老大 小的这就马上滚 此时的男主也陷入深思 看来那些玩家已经降临 接下来有的完了 而这时系统的提示应跟之响起 新进入玩家申请加入黑风寨 将大力不由笑出了声 按照这群玩家的尿性 明显是要把黑风寨当成跳板了 但既然到了老子的地盘 还能让你们跑掉吗 只要韭菜种进了我的菜地 那就别想出去了 这时两名小弟前来禀报道 大当家 您可真是神机妙算了 我们昨天奉命到山下查探 发现一些新念孔出现在周边的村子 男主暗自点了点头 现在是游戏为期三个月的第一次内测 大概有十万人左右 分布在世界各处 算下来 降临到黑风山附近的玩家也有二三十头了 好了 你们两个做得不错 下去一人领一碗酒水和一块腊肉 算是今天的犒劳 两人顿时大喜国王 连忙抱拳行李 此时的男主不由邪魅一笑 大批韭菜已经来临 老子都忍不住想提前去收割一波了 还有那绝世功法九阳神功 差不多也该现实了 老子必须提前拿到 到时候这一方游戏世界 老子还不但横着走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只见熊爸气喘吁吁地喊道 大当家不好了 我们的大麻烦来了 男主上前询问道 什么是让你如此浮躁 难不成还有不长眼的过江龙打上的来了 熊爸点了点头 还真被您说中了 上次咱们带人截了龙门镖局的镖 他们已经带人杀过来了 龙门镖局虽然实力不强 但对我们现在的黑风战而言 绝对是一个强敌 而他们的总镖头大紧 更是一个难缠的家伙 此人虽然只是内气劲 但出身少林 拳掌单刀都有相当造力 而大紧带头 龙门镖局这次肯定是倾巢而出 男主不由挠了挠头 只是截了他们一批药材而已 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我们每年向官府献出大量钱财 难道上面就没给我们透个信 熊爸解释道 我们每年都会上交供奉 城主府这才没有对我们出手围剿 龙门镖局要围攻我们的消息 也是他们给传出来了的 男主拍了拍熊爸的肩膀 放心 冰来降挡水来土野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这时的系统女神却发问道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难道你也没信心对付龙门镖局 男主却摆了白手 一个镖局而已 并不是什么巨无霸的势力 我担心的是他们身后的人 我们上次袭击龙门镖局 是李甫郡王的指使 而我得到消息 他们进攻黑风山 也正是汝阳王在幕后操控的 如果我们不能足够强弹 最后只能沦为大势力的棋子 现在龙门镖局的事情 打乱了我的节奏 计划也需要改变一下 就在此刻 一名小弟慌张地禀报道 大当家 山下出现了许多生面孔 突然出手攻击我们弟兄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被杀了还能活过来 男主淡淡一笑 这些玩家终于来了 真是磕睡来枕头啊 吩咐下去 来二三十人 跟我下山会会他们 新玩家将是整个国度 开启了游戏世界的乱世 一些不知死活的新玩家 刚进入这个世界 就开始作威作福 更是将男主的小弟 绑起来一阵暴走 而得知自己的小弟被绑 男主气愤不已 带领着手下的小弟 就向山下而去 而此刻山下一群新玩家 正围着一名全尸呐喊着 只见全尸自信地开口道 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不足挂齿 他们只要再敢下山 我定让他们有去无悔 为咱们蒙英县造福一方 这是一名文静的女孩 缓缓出声道 师哥 我听说这黑风寨纲尉位的 大当家很厉害 您可要小心啊 全尸顿时满脸羞红 放心小师妹 师哥的实力你还不了解吗 就在这时 一阵鼓掌声打断了众人的谈话 只见男主将大力带领着山寨众多小弟 就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全尸也不给他们废话 一脚便踹向了脚下的小山贼道 来得正好 正想上山把你们停了呢 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也省得我麻烦了 男主一脸轻烈地盯着他道 在老子的面前打我的人 你是真是活得不耐烦啊 全尸却冷笑一声道 看你平时也没怎么在附近村子做 我还敬你是条汉子 可惜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就是个妻子 大难临头还不自知 小子们给我上 拿下他 男主一挥一袖道 看来你知道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 你是现在站着告诉我 还是待会儿躺着告诉我 而就在此刻 两名小喽啰提拳就向男主砸来 下一秒 男主周身金光大圣 直接将上田的两名小喽啰给蹦飞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的全尸等人不由心下意涵 铁布山家内气劲高手 这特喵的还打个屁啊 但还是强装镇定上前道 区区山贼 快给老子束手就擒吧 被用身躯接下了男主的攻击 一拳打在身上 全尸不由一口老血喷出 客喵的 你这小子真下死手啊 随即边挨打边嘶吼 大哥 别打了别打了 有什么问题你倒是问了 我又没说不告诉你们 男主邪魅一笑 我现在不想听了 等会儿把你们绑起来 我自然会审问 全力的一击爆肝拳 不偏不倚地砸在了全尸的身上 全尸直接倒飞了出去 身后跟随他闹事的新玩家 也全部跟着糟了样 男主大手一挥倒 把他们全给我绑了 带回山寨审问 镜头一转 此刻山寨中 已经跪满了被绑来的玩家 后面的小弟上前会报道 大当家 这些人都是我们抓的 有几个生链孔 刚刚被抓就自杀死掉了 男主一正 自杀 真是有意思 他们是觉得自己等级低 自杀惩罚少 所以顶着虚弱复活回城了 而留下这几个 估计是要看看情况 不对劲在虚弱复活离开吧 这时被绑来的几名身材 恶罗多姿的女子 却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看到男主的眼神变化 系统立马掏出来小屁边 信誓旦旦地开口道 主人相中哪个了 有老娘在 保证给你调教出 两个炒鸡棒的事情丫鬟 男主无奈地摆了摆手 老子对数据人提不起兴趣 你还是省省吧 而这时一名小弟禀报道 大当家的 刚刚那些自杀的家伙 又在城隍庙附近出现 男主大手一挥 留几个人把这些俘虏看好 其他的跟我去城隍庙抓人 画面一转 此时城隍庙前 已经有大批死掉的玩家 在此复活 其中的一名男子大骂道 真是该死 这游戏每次受伤 和自杀的痛感 也太特妙地真实了 自杀后身体也感觉 比以前虚弱 不过那什么狗屁的 黑风寨大寨主 这前妻的小boss 竟然还想擒住小女 等老子学会绝世武功 一定回来虐他的千八百遍 屎都给他打出来 可说曹操曹操就倒 只见不远处 一群黑压压的人 正向这边赶 这不由使得玩家们 心下一寒 而男主带领众人 像打了鸡血一般 急速向着复活的玩家杀来 不一会儿的攻入 刚刚才复活的玩家 就被男主堵在泉水 又给虐了一笔 玩家刚穿越到游戏世界 就成为了男主的韭菜 而自杀掉的玩家 刚从城隍庙复活 就遭到了男主的围追堵截 靠着这个方式 男主的经验 只有增加了一大部分 而此刻一处 黑暗的牢役 一声声长边的 偷打声此起彼伏 一侧的新玩家 被吓得瑟瑟发抖 更有甚者看到 如此残忍的场面 竟直接被吓得掉线了 只见被五花大榜的 全尸嘶吼道 你们这些小贼 别猖狂 如果你们敢杀了老子 那你们整个山寨 就都等着给老子陪葬吧 这时的男主 缓缓从黑暗中走出道 你这是知道一些什么呀 见到男主前来 全尸急忙出声 老子只是前方探路的 一个小喽啰而已 你现在给我松吧 客客气气地 给我准备好饭菜 再给老子找上 几个漂亮女人 老子考虑考虑 帮你们化险为一 他的话还没说完 滚烫的烙铁 就落在了身上 顿时杀猪般的惨叫 响彻整个地牢 男主不由一脸唏嘘 你还别说 这闻上去还怪香类 随即一把抓住 全尸的头发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握不住 可就别怪我了 告诉我 是不是龙门标局的 都大井派你来的 全尸满含热泪的出声道 是的 是标头都大井 求求你就放过小的吧 镜头一转 早晨刚起来的男主 就接到了一二十条的 系统提示 都是一些新玩家 申请加入山寨的请求 男主暗自一笑 新玩家的加入 老子的山寨就会越加强大 自己也会从中 得到江湖声望和修为点 真是一群上好的韭菜 不过 想让驴拉末 还不让驴吃草 这样的话 这些人迟早会反 必须恩惠兼师 现在就发布任务 只要邀请人加入山寨 或完成山寨的任务 为山寨做出贡献 就会获得相对应的 修为点和潜力点 而此刻第一批 加入山寨的玩家们 已经在山贼 偷偷地带领下 操练了起来 这时众人 突然都接受到了任务提示 众人点开任务一看 第一个任务 竟是熟悉山寨 这么简单的任务 就能获得三点修为 和三点潜力 顿时让众人欣喜不已 而他们只需要 存个五十修为点 就可以晋升成为练力艇 其他人更是暗暗庆幸 自己当初选择加入了黑风寨 刚开局就有如此待遇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男主看在眼里 不由感叹这群韭菜 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进口一转 此时的男主 在庭院中双拳耍地狐狐生威 而他心中也是叹息 现在提升修为实力太慢 必须尽快找到九阳神功 来提升自己 而接下来要面对的 可是龙门标局的都大帝 他身后的汝阳王 早就派成名一九的 少林阿三前来持援了 这不免也是一个强敌 随即转身 对着身后的两人吼道 你们两个给老子过来 我一个人练不过瘾 你们陪老子一起 听闻此话 两人皆是冷汗连连 慌忙百少 大当家 您的实力小的们 有目共睹 您就放过我们吧 男主一把就扯掉了上衣 再给你们说一遍 过来陪老子练 见到老大执意如此 两人拿着棍子 颤颤巍巍地走近 极力挥动着手中的棍子 在男主身上一阵招呼 却没有伤及男主分毫 只对男主一声爆合 两人瞬间被蹦飞了出去 这样来回经历两个时辰后 两名山贼已然被累得瘫倒在地 见到如此 男主满意地摆了摆手 今天表现不错 待会儿每人去领两斤肉不补身子 画面一转 此时的男主站在主卫岛 昨天 山寨的地形与布局 你们都熟悉了吧 接下来 老子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们 那就是带上你们的装备武器 到县城内去抢地狗 打完家 把之前被抓到地牢的人也叫上 全体出动 众人听闻此话全都是话当场 我尼玛 这是要攻打县城的节奏啊 我们就这样过去不全城炮灰了吗 男主穿越到游戏世界 不仅拥有着一座属于自己的山寨 更是招兵买马准备攻打县城掠夺玩家 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 与此同时 一家昌顺武馆内 众多新加入武馆的玩家们 正专心致志的练群 这是 房门猛然被人踹开 只见一群黑风寨的山贼 而另一方面 傍晚时分 两名刚完成狩猎任务的玩家 正漫无目的赶路 却是猛然听到一声妹子的交呼 两人急忙转头望去 只见一名身材极为丰满的妹子出声道 小哥哥 看你们两个身材魁梧 那么有安全感 要不要考虑考虑陪人家一起加入黑风寨啊 而这时躺在山寨里的男主 已经是笑出了诛声 系统提示音从没断过 不一会攻处就有12名新人加入了黑风寨 自己也从中获得了修为点与潜能点 画面一转 此时与男主吃饭的熊爸出声道 兄弟 现在咱们山寨人手过多了 平时也没有什么大场面 你还要招这么多人手做什么呀 这些新进来的小子 看起来都是各个细皮嫩肉的没多大门脉 多个人多张嘴吃饭 除了会吃 似乎也没什么用啊 男主却摆了摆手 你的眼光还是那么短浅 我们不能只局限在这个黑风寨 临线的中风山寨和妥水山寨发展得不错 他们碗里的肉我也想吃上一块 听闻此话的熊爸顿时一惊 兄弟 你难道还想吃下中风山寨和妥水山寨不成 那两处的老大可都不是好惹的主啊 男主暗自一笑 他们不好惹 你看我是好惹的主吗 他们的地盘早晚都是老子的 刚才有消息回报 关到丁梢的小弟已经发现了龙门标局的人 这次我们先应付好多大姐 彻底打响名声后 就准备兵马将那两处吃掉 与此同时 刚上山被迫加入和被骗入山寨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只见男主端做主味道 我也不多介绍了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号 今天让大家聚集起来是任个脸熟而已 而就在此刻 男主猛然感受到了一股杀气 几枚飞镖还没攻击到男主 就被男主用灵活的身法给拨闪掉 随即一个瞬移就来到了墙壁旁 抬起拳头恶狠狠的道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老子的地盘偷袭我 老子去死 随即一拳就打在了厚重的墙上 瞬间就把墙后的男人给打飞了出去 偷袭男子遭受一击后 急忙向后方逃去 男主怎会给他这个机会 一记重拳就向男子袭去 可男子身法诡异 瞬间就转移到了男主的身后 大力尘的一记手刀就劈在了男主的身上 下一个 将大力瞬间开启铁路山 直接就将男子给蹦飞了出去 随即闪身来到男子身边一拳麾下 使差点都给男子打了出来 就在这时 一名身材哇塞的妹子猛然窜出 一把拦在男子面前道 我们可是龙门标局的人 我爹是龙门标局总标头都大姐 实相的 我劝你最好现在放了我们 众人听闻此话皆是一阵 都大惊总标头的女儿 这条叫起来还不但让人遇陷遇死呢 男主看着众人都是老色披肤体 一时间也是无语 这时的男子抱拳心礼道 将大当家 刚刚这一切都是误会 还请大当家不要放在心上 放我二人一马 到时我们定将后里相报 而女人却是一下拔出长剑道 你这个山贼头子 别太嚣张了 你要敢动我一下 我爹定会踏平你们黑风寨 一旁的男子满脸惆怅 这妥妥的坑爹啊 没看到我都示弱了吗 男主却是丝毫不怜香惜语 直接一拳轰向地面 瞬间就将女人震飞了出去 身上的衣服也被震得四零八落 男主大手一挥倒 将他们都给我绑起来 押入地牢 等都大井过来熟人 镜头一转 此时回到房内的男主 正思索着如何击败都大井 接触到他身后的势力辱阳王 而正在这时 一名小弟慌忙闯入房间会报道 大当家 收到前方消息 龙门标局的人 已经到了山下十里外的竹林 将大力暗自一想 来得正好 去把牢里那两个人压出来 招呼兄弟们 跟我前去会会他们 而此刻的山下 已是人满为患 为首的正式总标头都大井 气势汹汹的就要上山踏平黑风寨 男主与龙门标局的争斗正式打响 而得知自己的女儿 被抓的总标头都大井 带领着部下就攻入了黑风寨 只听都大井出声吼道 龙门标局总标头都大井前来拜见 将大当家合不出来一见 站在瞭望台上的男主 缓缓出声道 总标头若是有诚意 不妨上山一许 此时山上的一出别院 男主正惊微坐等待着都大井 可他身后的童牛却是格外刺眼 童牛里赫然就是龙门标局的两人 此刻的都大井也带人来到了这里 将大当家的 咱们的前仇旧恨今日就算一算马 这时童牛里却发出了一阵叫喊声 听到如此熟悉的声音 都大井脸色瞬间变沉了下来 将寨主 小孩子不懂事 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今日我劝你最好放了他们 男主却是一把拔出身后的长刀 有两名小贼来我山寨偷袭我 我抓起来处置 并没有什么过错吧 而且你一句话就让我放了 我就要听你了 我的颜面又何在 都大井一个俯冲就向着男主杀去 既然和你商量不成 那就只好靠拳头说话了 趁着男主不注意 一拳就轰在了他的小夫之上 男主却是一声爆合 铁布山直接将其崩飞了出去 迅速调整过来的都大井 在此向男主杀去 周围之人被这强大的余波阵的拳道 飞了出去 短短几个呼吸间 两人又相互对轰了数十拳 几时招下来 两人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都大井拔出长刀 猛然向着男主脑袋劈下 却被男主悄然躲过 江大力趁势追击 拔出长刀就向都大井劈去 都大井急忙抬刀抵挡 双手还是被震的发麻 还没等反应过来 男主手中暗气甩出 瞬间就把都大井的长刀 给击飞了出去 而都大井终身气势猛然大发 声势也在不断壮大 仿佛一头失控的也是 一个闪身就来到了男主的面前 刚柔转换 二十四是降魔掌猛然叹出 直接和男主的拳头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震耳欲聋的音波声 一击过后 男主后退数十米才缓缓稳住身形 都大井还想再次出手 却被男主给叫停了 总飙头 差不多就行了 你也不必强忍着这么辛苦 内伤都是憋出来的 可不要伤势加重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 都大井只感觉神情一震 一头老血猛然喷出 痛苦的匍匐在地 男主却是冷笑出声 总飙头 少林响魔掌位置大成之前 不可兼修 你兼修两门绝技 恐怕每次施展也是浑身难受吧 现在遭到反噬也是理所当然 男主却是伸出手来道 总飙头要是愿赌服输 我们就此作罢 之前恩怨一笔勾销 各位如约留下一天 你我坐下谭武论经商议一番如何 都大井暗暗点了点头 区区一个山贼头子 没想到竟有如此胸怀气感 与他和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随即便握住男主的手道 好 江寨主 我今天愿赌服输 便留下与你谈武论经 事情告一段落后 两人也是坐下来高谈阔论 把彼此的功法秘籍都分享了出来 第二日清晨 男主一大早就开始修炼起了 都大井传授的大力金刚掌 男主天赋之高 只是一个晚上的钻研 大力金刚掌就有所小成 镜头一转 此刻男主与都大井来到一出房屋内 只见熊大象身旁两人介绍到 二位上帮使者 这就是我们寨主江大力 就是他留下的都总标头 男主赶忙报全行李道 黑风寨江大力 见过二位使者 随即心下不免感叹眼前两人的实力 这少林阿三已然是成名已久的高手 可这位少年模样的人 更是让人捉摸不透